一个向外旋的弧线 再看啊 大连人就地 反抢之后呢 前场得到球权 直接一脚远射 还是精度的问题 还是精度的问题 王宇自己拿球 他应该是直接攻门 但是成都熔成的这个人强高度是足够的 哎呦 脚尖 凌空的脚尖点射 吕鹏吧 这是吕鹏 对 吕鹏在上个赛季啊 作为防守后腰就有过进球的表现 非常出色 来看看吕鹏 他要不这么踢的话 这个射门就完不成了 但是他把这个球虽然是打出去了 可是对手的防守非常凶悍地冲上来 所以高空球上无眼肯定是有优势 这球打前点 好球啊 非常漂亮 罗姆罗把球传给了唐苗 唐苗再倒三角坐回来 打门 大连人两个人飞身堵枪眼 后电空了 但是这个球呢 菲利佩的位置并不好的 后仰投球没有办法发力 漂亮 刘涛凌空直接打了一脚 这脚弹射稍稍的偏出啊 特索涅夫突然挑传 林良明 这一下张颜已经抓住了球 林良明呢是光看球了还是抬腿 踢到了张颜 没有越位 明显在速度上呢 林良明是摆脱了埃尔克森的 其实他能看到张颜出来啊 这球没有收脚 其实林良明是有一点鲁莽 很好的输送 商隐已经来到进区里了 商隐 角度太小 这一招打门被张颜抓住了 这开始刚才这一拨进攻 商隐 拿球以后 他没有选择做动作 而是直接射门 这回直接打了 张颜是不敢大意啊 是双掌把球拖出了横梁 转换成了一个角球 也确实只能 啊 菲利佩 但是这个球五眼快速出击啊 先于菲利佩得到了皮球 换下的是王宇 这宋志伟也是八九年出生的元老将啊 这个阶外球呢 成都队是严防死守 但是蔡美兰给林联明出示黄牌 认为他拖延时间 这确实是不好往外置啊 因为如果你直接把球权交给对手的话 就对直接就是一个反击机会 又一张 又一张黄牌 大连人换了一个人去治这个阶外球 可能也是 好了 裁判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这样 大连人